另外一种说法啊 他在明国时候不得让人不相信 因为这边瞎话的人呢 他横了去了 谁呀 这明国的总理熊麒麟 那这传瞎话的人呢 那就更厉害了 谁呀 大学士胡适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咱们书馆啊 是继续开书 今天啊 咱们接着聊甄嬛 昨儿咱们讲的这个西非纽葫芦式啊 就是甄嬛的身世啊 那基本上啊都是正史所载 可能您听着 您觉得稍微的缺乏点趣味性 今儿咱们这个趣味的来了 今儿啊 咱就得掰着掰着 这乾隆皇帝的身世之谜 要说这个问题 那可是真正的清宫四大一案 这个谜团啊 他谜到什么程度啊 好像啊 这乾隆皇帝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啊 到底是出生在哪 关于这个疑问啊 咱们一会儿再揭晓 咱们先说说呀 这正史上是怎么说的 这正史上这么写的啊 这乾隆啊 是满洲襄皇帝人 为雍正皇帝第四子 生于康熙五十年的八月十三日子时 他出生在哪啊 他出生在啊 这雍正皇帝的前邸 雍亲王府 也就是后来的雍和宫 而且啊 写的非常详细 还有具体的地点 在雍亲王府东书院的儒义市 刚一出生呢 这当时的雍亲王一真呢 就给自己这儿子起了个辱名 叫做袁寿 您瞧了吗 这多好多顺序 这就是啊 这个乾隆皇帝的出生 要是按照这种说法啊 那咱们还就真没输了 把这个乾隆皇帝 这身世之谜啊 再次吵起热度来啊 那是在2003年 一个学者呀 叫郭承康 他在这个翻阅 汉文玉址汇编的时候啊 就发现啊 有这么一条纸业 雍正二年策封嫔妃 在玉址中啊 是这么写的 说策封这个 前世为西非 可连无论查这个实录啊 还是青史稿 还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环节啊 都知道 这西非乾隆皇帝的亲娘 那明明是扭咕噜是吗 那有人就说这孤正啊 它不算正 单从汇编里边查到的呀 那没准就是写错了 哎 可是啊 没过多久 又有学者呀 在这个汉林黄之卷的测文 底稿当中 发现呢 在这底稿上啊 写的也是前世 被封为了西非 而且这文稿啊 还被后人坎坷到了 这个文集里边 这上面啊 明明白白 是这么写的 自尔前世 欲至名门 阳修令 问柔家冒住 术教顺于中为 礼教客贤 一勤修于内之 自仰成皇太后 此语 以侧印封而为 西非 哎 这回早时了 这两部文献当中啊 都指出来 这西非呀 是前世 它并不是 纽葫芦氏 那这问题来了 这乾隆的圣母 到底是前世啊 还是纽葫芦氏啊 哎 这有学者呀 是这么解释的 说这乾世啊 和这雍亲王印真呢 是露水姻缘 在哪啊 在壁如山庄 然后呢 生下了个私孩子 就是弘历 但是很明显 这乾世啊 出身太低贱了 所以呢 这雍亲王啊 就找了府里的 格格纽葫芦氏 带这个乾世啊 把弘历抚养成人 就成了这个 弘历的母亲 这对外宣称呢 这纽葫芦氏啊 便是这弘历的生母 这种说法啊 他从清代就有 只不过这故事啊 他流传着好几个版本 可是啊 这大体意思啊 他都差不多 这故事里说呀 这乾世啊 家住成德 十三岁的时候 到北京啊 正赶上宫里选秀女 于是啊 他就去看热闹 误打误撞啊 就被裸到了宫中 一起参了选 哎 还就选中了 就这样啊 他生下了弘历 但是前年啊 他根基前 没有什么声望 雍正皇帝呢 又偏偏的 想把皇位 传给他生的儿子 红利 所以呢 就让这前世啊 认了这四贫典一官 灵柱啊 当干爹 这姓呢 自然也改了 其实这灵柱 身份也不高 但是他祖上 身份高 他们家呀 和这大清朝的 开国元勋 恶一都 那可是当家子 这另外一种说法啊 他在民国时候 不得让人不相信 因为这边瞎话的人呢 他横了去了 谁呀 这民国的总理 熊西陵 那这传瞎话的人呢 那就更厉害了 谁呀 大学士胡适 这有一天呢 这熊西陵就跟这胡适说了 说我呀 在热河呀 当过这个都统 那那那 他当然是在前卿的时候了 说这乾隆的生母啊 是南方人 有个外号啊 叫傻的景 随家人一起啊 到这热河谋生 为什么到热河谋生啊 因为这热河呀 要兼壁树山庄 这傻的景他们家啊 是工匠出身 也不接啊 是这油漆公啊 也不接是木租 到了这个选秀的时候啊 因为这人数冲不上 所以就把这傻的景呀 放到这选秀队伍中 烂鱼冲树 也不怎么着 就被四倍了印针看上了 于是啊 就把傻的景给临姓了 哎 就生了这么个儿子 就是红利 一说一听 一热闹的事啊 这胡适就把他呀 写在日记里了 哎 可是呢 后来这胡适日记呀 他发表了 虽然这胡适啊 在后边写上啊 此事无从考证 可是他又加了一句 他说这乾隆啊 实在像是傻的姐的儿子 当然了 这里边他有民国学者呀 这贬低乾清的皇帝的 这么一个意思 可是他影响大了去了 弄得大伙啊 都这么说 要我说 这学者呀 跟普通老百姓 也没有什么区别 哎 您看现在很多自媒体没有 对着一个点啊 使劲的炒 使劲的炒 炒热了炒熟了炒臭了算 他不管呢 前因和后果 其实关于这一点啊 这大清朝廷官方就给出过解释 把这扭葫芦是写成前世啊 那纯属是笔物 著名学者徐广源以及杜嘉记教授 在他们的著作当中啊 就曾经指出过 不但啊 这前世啊 是笔物 耿是宋是位置颠倒 也是笔物 当时负责记录口语的是谁呀 是贝子允桃 这贝子允桃啊 不但啊 把这纽无路氏啊 简写成纽氏 并且呀 自己潦草 交给使官之后 使官摘抄啊 误认为啊 这个纽氏啊 是前世 于是啊 就按前世写了 并且这宗人府档案上啊 写的明明白白的 这允桃啊 误写非姓 从这个贝子啊 被贬到了镇国宫 雍正二年六月 上誉十七道 初五日 宗人辅奏 管理理部事宜 贝子允桃误写非姓 将允桃隔去贝子 降为护国宫 照例留三左领 其他左领 巨型归宫 您看 这解释的也是够清楚的 这允桃啊 误把这非姓写错 从这贝子啊 被降到了护国宫 并且呀 原来所属的左领啊 只能留三左领 其他左领啊 还得给人皇上交回钱 我觉得啊 既然这宫廷档案上 当年就有这样的记载 就没有必要 总是揪住这 前世二字不放 这里边啊 还有一点 它很重要 这宫中选秀制度啊 咱们在讲八旗的时候 咱们聊过 这八旗选秀啊 是一件非常缜密 非常有秩序的事情 无论啊 是一年一次的内务府选秀 还是每三年一次的 八旗选秀 这都是啊 精心安排的 这秀女们呀 都坐着大R车 一辆挨着一辆 这车呀 都停在神武门 秀女们下车 步行 进到紫禁城当中 准备代选 因为这车太多呀 车不能从这等着 这车呀 只能往东转 从这个东华门 进到紫禁城当中 一直穿过去 从西华门出来 绕着紫禁城一圈啊 再到神武门 把这个秀女啊 再接上车 这是啊 一项相当有秩序的事情 并且呢 这秀女们是每人一车 我就纳了闷了黑 就这种情况下呀 怎么能有人混进去呢 并且呢 稍微读一点轻史的人呢 都知道 这选秀女啊 没有这个民人子女的份 无论是这个外八级选秀 还是内务府三级选秀啊 那都是从其人里挑 您这家史啊 登记的清清楚楚 根本就没有什么呀 可冒名顶替的这个机会 关于这乾隆皇帝的出生在哪啊 他也是说法不一 乾隆皇帝每次 驾临雍活宫的时候 他都会对旁边的这个大臣说 哎呀 朕呢 实生于此地呀 那这乾隆 为什么总是自己 要着重的重复这句话呢 其实啊 这乾隆皇帝具体啊 他在哪生的 他自己也拿不准主意 当然了 这乾隆老夫 哎呀 他没承认过 这都是后人猜测 不是还有这么一种说法吗 说这乾隆皇帝啊 是热和行宫 一个理性的宫女所生 这宫女啊 就把这乾隆皇帝 生在了热和行宫 这至于这是不是 宫女所生啊 这个事儿太离奇了 哎 听着呀 他可信度比较差 但是这乾隆皇帝 他有没有可能 生在避暑山庄呢 哎 这嘉庆皇帝 也就是乾隆的儿子 是这样回答的 嘉庆元年的时候啊 这太上皇乾隆生日 嘉庆啊 给他爸爸写了一首祝贺诗 在诗中啊 祝姐就说 这承德避暑山庄 就是他父皇的出生之地 奇怪就奇怪在呢 这乾隆本人啊 也没有纠正他 到了这个嘉庆二年的时候啊 乾隆过生日 嘉庆啊 又写了一首诗祝贺 沿用了前边的这一说法 得 这回啊 把这事儿啊 算是给凿拾了 后来啊 嘉庆皇帝 在编撰高宗实录的时候啊 哎 发现自己啊 可能是错了 查阅了这个 宫廷档以后啊 发现自己的父亲呢 确实出生在这个 雍和宫当中 最后呢 高宗实录上 也是如此记载的 这会儿就有人说了 说这说书呢 你干嘛不说说 这个关于海宁臣家的事啊 因为我觉得 这事儿呢 他太不贴谱了 多 您要是想听啊 我就给您摸倒摸倒 在这个版本里说呀 说这乾隆皇帝啊 是人家海宁臣家的孩子 是这个当朝阁老啊 陈世关的儿子 这话呀 又得回到这个 康熙五十年了 康熙五十年的时候啊 这陈世关生了个儿子 因为啊 和这个雍亲王交好啊 就抱在这个雍亲王府里啊 去穿门子 哎 这时候呢 府里传出话来了 说这福晋呢 也临盆了 刚刚生下的 也是一位小阿哥 让把这个陈世关这儿子呀 抱进去 让这个福晋瞧瞧 可是呢 过了一会儿 抱出来的时候啊 陈世关发现 怎么着我这儿子 变成女儿了呢 却原来这实情啊 是这雍亲王 命人啊 把自己的女儿 换成了儿子 为的是以后啊 能够继承大统 并且呀 在乾隆南巡的时候啊 这五次去海宁啊 五次都住在陈家 这有人就说了 这乾隆皇帝的用力啊 是就是回家醒亲呢 您知道 这说法 漏洞在哪儿吗 生乾隆那年啊 这雍正皇帝啊 已经有两个儿子了 根本就不缺世子的人选 也就是说呀 根本就不会因为自己没儿子 巧娶了 陈世关他们家的孩子 乾隆南巡呢 之所以去海宁 那完全是为了视察海防 那为什么住在陈家呀 因为海宁这儿 他没有行宫 像模像样 能住皇上的地儿啊 也只有啊 陈世关他们家了 那最早这个话头出在哪儿呢 民国时期啊 有这么个作者 叫许孝天 他出了一本书啊 叫《清宫十三朝演义》 因为这笔法精妙啊 很多人啊 都拿它当正式看 其实啊 就是一本小说 这关于海宁臣家的这个说法啊 最早就出现在 《清宫十三朝演义》里 后来呢 有个大作家 谁呀 就是金庸先生 金庸先生的书件《恩仇录》里啊 又以这个方子呀 他写了一遍 算是在呀 这广大的读者当中啊 把这事算凿实了 可您记准了啊 这两本书啊 它都是小说 并且啊 后来金庸先生表示 说这个 这乾隆皇帝啊 身世出自于海宁臣家的这件事情啊 是金庸先生杜撰的 说了半天啊 咱们别给自己啊 花那么些问号一云 关于乾隆身世这件事情啊 故事咱们可以听 文献可以多读 可是呢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正式官书上 所记载的观点呀 就挺好 今儿这书啊 咱们就说到这儿 明天的书啊 可有意思了 明天咱们得说说呀 这母子之间的关系 有人说呀 这乾隆皇帝啊 对自个妈妈好了去了 我跟您套个底啊 其实啊 不大一定 得嘞 咱们有什么话啊 明天再说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